多謝大家來聽香港冒冥探究系列的講座 我們香港私學會申請了 為逆信分著文物信託的一個撥款 就是作一個香港華籍名人冒冥集的研究 我們會分開三個系列 就會去解釋一下香港的墳場 以及冒冥的研究 我們正式開始 其實講起我們香港的墓名 我們首先一定要搞清楚 墓狀的特色 其實在香港 我們一個華人的社會裏面 我們中國人傳統是沒有墳場這個概念 中國人沒有集體墓狀 以前有的其實都是在自己居住的環境後邊 例如屋邨、鄉下等等這些地方的後山 選擇一個風水好的地方去撞 所以他們並沒有集體墓狀 如果說有的話 充其量是屬於家族性的 例如同一個聖事的人 他們會集體在附近撞 或者是同一個屋邨、一個群居的地方 在後山等等這些地方 聚在一起撞 他們本身不是一個墳場的概念 而且撞的地方也沒有戒指 即是說它不會有一個劃定的範圍 不像今天這樣 墳墓有多大多小 後來才會有這個影響 還有一個特性 傳統的墓狀很重視風水 我們看到現在這一張照片 相片裡面 你看到零零射射有個界 四邊有一個地方畫著 這個就告訴人 它是基於風水的緣故 這個範圍 你不能在它的範圍裡面撞 否則就破壞了它的風水 你看到在墓的最上頂上面 其實你看到有一個山的 你看到墓中間有兩點紅色 紅色的話 如果你畫一條直線上去 其實它跟山頂的山峰是成一直線的 這個也是中國傳統的墓狀裡面 一個很重視的一個環節 我們開始講一下香港的墓狀是怎樣 其實真正的墳場是來自英國人 來了香港之後 即是所謂香港開埠了 1841年之後 因為當時有很多英軍來到香港 不適應香港的天氣 患上感冒 死傷是非常之多 當時為了面對這麼龐大的 士兵的死亡 臨時要找一個地方去安葬它 所以當時英國人 就在黃黎聰這個地方 以及灣仔的日月街 日街、月街、星街這些地方裡面 找一個地方 靠近山邊就是撞了 這個我們必須要理解 究竟是黃黎聰還是星街、月街那邊 文獻上到今天我們都很難去確定 根據當時的說法 最早其實應該是星街這個地方 但是根據丁辛炮博士的研究裡面 他又找到另外一張油畫和日記 是證明在那個時候 黃黎聰也有撞國 無論如何 哪一個地方都好 這兩個地方是告訴我們 我們香港正式有的西式集體武藏 即是墳場是由開埠之後才有的 當時最先的需要就是為了軍人 他們的英兵死了 所以就要撞了 除了英軍來了之後 第二個興辦的墳場 其實就是一些外來的宗教 包括了天主教、基督教 甚至後來還有一些 譬如猶太教、回教、印度教等等 所以在今天的聖佛蘭士街 其實就是日街、月街那裡 正正就是當年天主教 最早向香港政府申請的一個地方 是作為一個墳場 不過後來 因為地方不夠 就將它搬到現在的黃黎聰道 即是現在的天主教墳場 這個是後來 那原有的墳場怎樣 就變成了現在的聖士提反堂 聖方濟國堂 不是聖士提反堂 不好意思 我們當然要了解 當時葬的主要是外籍人為主 並沒有中國人的 我們再看看這張相片 這是後期一點的 早期的軍人墳場 包括了日街、月街 另外有赤柱 赤柱也有軍人墳場 那裡最早的軍人墓 就是1843年 現在在相片看到的 這個是戰後的西灣墳場 軍人墳場的特色 就是近現代的墳場 它裏面的墓 就是會有它的軍徽 那待會我們再慢慢講 後來就有宗教的需要 這個你看到了 跑馬地天主教聖利亞爾的墳場 這個是天主教在香港第二個墳場 最早的就是在今天的聖佛蘭士街 剛才提到現在的聖佛蘭士街那個位置 那這張的對聯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天主教墳場的金直不驅歸故土 他朝軍體也相同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金文太的首筆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在黃黎聰附近 另外還有就是巴斯墳場 我們看到下面這個相片 這裡寫著 此國內是巴士國人所見 安葬本國之人 別人不得侵葬 建立於本國紀1222年 耶穌2852年 巴士國人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 波斯人 有些人就說他是明教 看這個金融小說裡面講的明教 其實你看到1852年後 很早已經來香港做生意 在黃黎聰埃山山邊那裡 今天所說的山光道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猶太的墳場 都是來得非常早的 大概是在19世紀的60年代 他們已經選擇了在山光上面 一個比較少人的地方 就開葬他的墳墓 裡面有近代的家道理 爵士他們一家 其實都是葬在那裡 可以看看 有空有機會可以去那裡參觀 開埠初期的墓葬是怎樣 華人這方面又怎樣 除了西方人的墳場之外 慢慢也會接觸到華人 爲什麽會這樣呢 爲什麽會這樣呢 因爲我們看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撞華人 首先 英國人當時沒有去一個很詳細 很仔細去研究 怎樣去處理華人的事務 就當時就把華人集中在上環 還有今天的黃黎聰 還有就是沙基灣 當時維多利亞城基本上 是不會去到沙基灣那麽遠 而黃黎聰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一個山谷位置 所以英國人基本上 是沒有理到那個位置 所以比較集中華人的地方 其實就是上環 上環那裏 就因爲有很多嚇死異鄉的人 他們死了之後 需要找地方去撞他們 所以慢慢 中國人自己沒有這個力量 慢慢形成了一個社團 就叫做東華義莊 東華義莊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們在這個薄芙林裏面的 但實際 最早期是在這個上環太平山街 有一個地方叫做百姓寺 在那裏將一些過身的人 將他們的牌位等等 就放在那裏去供奉他 中國人很害怕嚇死異鄉 所以就由華人 就組織了一個慈善的團體 去做一些醫藥 和廉葬的服務 這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裏面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服務 就是提供了義莊這件事 將一些在香港嚇死異鄉的人 去做一個臨時的暫記的地方 等待幫他們運回鄉下遷葬 這個是社會公益的部分 第二就是當有一些 香港已經有一些華人勢力 可以在香港做生意 他們慢慢形成了一個社群 他們本身是由國內 因為戰亂遷離香港 後來覺得因為大陸的情況 是回不了去了 那回不了去怎樣 他就要想 我們可能要在香港 找一個百年之後的地方 所以有一幫有錢的華人 就向政府申請 作一個將來在香港 永久 冒葬的地方 慢慢他們結成了一個社團 就向香港政府申請 政府後來就給了一個地方 就叫做香港仔 在這個山邊裏面 那當然一方面就是政府批給他們 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因為那裏有好的風水 所以就特意和他拿這個地方 那這個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其實他是代表著香港一幫有錢的人 商人的勢力 他們向政府申請一個永久的墓地 另外還有一種的力量 就是很特別的個案就是超遠墳場 超遠墳場 他是以個人家族的力量 向政府申請一個地方 作為他香港唯一一個私人家族的私人墓地 在全香港只有他一個 超遠墳場就是大家很熟悉 河東家族的墳場 那當然了 還有一種特殊的一個集體的墓葬的地方 這個叫做公墓 這些通常是由個別的團體 或者個別的事件而發生 我們逐章去看看 墳場的普及 為什麼英國人會被墳場變成了一個公共的政策呢 因為英國人覺得華人 不是很衛生 以前的墓葬就是掘了個洞 把屍體在棺材裏面放進地下 然後埋了它 但是後來經過一次打風之後 就把很多的墳 因為山泥傾射的關係 把他們吹了出路面 英國人覺得這個墓葬是不夠衛生了 因為第一它撞得不夠深 原來打風下雨有機會會衝出來 所以後來就修改了香港的法例 就將規定了所有的墳月 必須要落地七呎 必須要落地七呎 所以它覺得華人不夠衛生的時候 它就不如我畫一個地方給你 還有我給你一個規則 你以後跟著我這個方法去遵守 所以就慢慢會有一個公共衛生的管理 另外也可以加強 是對這些的 因為始終華人是多過西人 既然它的衛生是不好的話 它就必須要有系統的規劃 令到那些華人是跟從英國人的一種衛生的做法 好了 我們看看 在相片裏面看到 這裡有一個和合石的墳場 這個其實是後期了 是戰後才開的 其實本來在戰前 香港的墳地已經不足夠了 不過因為打仗的緣故 令到這個所謂墳場向外發展的計劃受到影響 所以直到戰後就將一些市區 以本來是做了墳場的地方 就慢慢向新界的比較偏遠的地方發展 就發展成沙嶺、黃合石這些 這些是後來的 另外政府除了對普羅大眾 是有一個墳場的安置之外 對於一些對香港社會有貢獻的人 包括紀律部隊的人士 他們如果是殉職的話 他們有機會是入葬浩原 當然我們也知道 其實除了紀律部隊的人士信職之外 有一些香港的市民 對香港社會有貢獻的話 他們也有機會是鑽入浩原 好像2003年沙士的時候 有一班公職人員 包括了醫院裏面的醫生、護士 他們因為那件事情 因為沙士的事情而過世 所以他們也入葬浩原 另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例如說 那次菲律賓的協辭人質事件 有一些人士過世 也都被安排 是落葬在景仰縣 這個是政府特別在和合石裏面 畫出來的地方 這些是比較特殊的墳 當然 我們比較熟悉的 比較多的 其實除了供應墳場之外 就是宗教的墳場 我們看到黑白相片這一張 其實就是有少少夢 其實它是來自九龍聯合道的基督教墳場 早期的時候它是有一個牌坊 後來就改了 這個牌坊已經沒有了 另外我們看到下面這個 香港佛教墳場 就是六十年代 1963年才是開展 專門批給佛教的機構 要是佛教徒才可以入葬那裡 大家都知道近年人口更多 年齡老化 過世的人 其實開始就不夠墳地了 其實在十幾年前開始 現在說二十年前 其實已經有一些私人的墳場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沙田寶福山 另外還有就是一些私人的鵪位 很多都是在一些 以前的私人的鵪位 都是在宗教團體裡辦的 基督教團體也一樣有骨灰鵪 佛教、道教、鵪堂這些都有 現在更方便了 大家去到紅磡的殯儀館 或者是那些所謂賣棺材的地方 其實他們現在都開闢賣 做了所謂樓上鋪 形成了很大的社會問題 其實說得不好聽 我們當然說 有一間在左近 分分鐘 有些就說商業區 或者是 現在說我們十八區 區區都要畫一些地方出來 有些在工廠大廈那些地方 都去發展這些地方 這些大家再去看了 當然我們看看 通常這些私人的骨灰鵪 通常都是跟寺院有關的 包括我們看到粉領龍山寺 沙田的杜榮園 我們看到沙田杜榮園 你看到一格格 其實一格格就是骨灰鵪 這些其實是新興的 沙田杜榮園 據說是香港 香港第一間正式登記的佛寺 在沙田區裡面 也是沙田區第一間的佛寺 我們說十年前去的話 其實並沒有骨灰鵪 這些都是新建 大家也知道 其實現在去到屯門的青山山腳 沙田的排頭村 舊史的食豆腐花 很出名的西林寺等等 其實很多都經過翻身 就成為骨灰鵪 現在我們看到龍山寺 你看到一座樓宇嗎 其實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的特色就是 旁邊有一個很大的浮雕觀音像 據說是全香港最大的 戶外的浮雕觀音像 它裡面有什麼特色呢 你看到其實它裡面 一二三四五六 是有七層高的 七層高裡面 其實全部都是骨灰鵪 雖然中間有供奉這個佛像 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骨灰鵪 所以這些都是早期 龍山寺比較早一點 大概十幾二十年前已經開始發展了 在新界偏遠的地方 現在已經發展到市區的工廠 甚至是紅磡殯殯儀館的地鵡都有 這個我們可以大概總結來說 就是香港的墓葬 由最初是一個非華人 非集體的通山葬 直到香港開埠以後 由英國人來將墳場這個觀念飲入 劃定一個範圍是將屍體葬下去 但是當時是主要給外國人 慢慢因為要應付市民的需要 也都要應付華人的需要 所以劃定一個地方給華人 是專葬華人的墳場 然後就一步一步 那當時除了公營的墳場之外 也都撥給一些主要 就是撥給宗教團體 慢慢發展為 就是政府也都擴充了 譬如說有一些 成立過墳場委員會 被一些叫做華人 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 他們去管理 所以在將軍澳 荃灣 甚至後來的鑽石山 和和合石沙嶺這些地方 是擴展墳場 後來墳地不夠了 又再怎樣 又再擴展骨灰蔭 除了公營的骨灰蔭之外 慢慢也都有一些 宗教團體自己辦的骨灰蔭 除了宗教團體辦之外 近代因為不夠骨灰蔭位 也都有一些商人 他們自己去發展一些 譬如工廠區 或者復興一些舊的寺院 來作為骨灰蔭 將來會怎樣 還有一個新的 大家現在很熟悉 看廣告都知道 就是殺灰 在政府的墳場範圍裏 去做一些殺灰 或者是海葬 這些都是現在香港 比較新會提倡的墳場的發展 接下來會怎樣 就要大家拭目以待 就要用這個 就要來找一個 很明顯 救命 你不會再找一個 人的封信 是 你會不會再找一個 人的封信 來 要去找一個 人的封信 你會不會再找一個